去得台湾文青咖啡就少不免 去又被人说文青 不去又被人说你不扮文青 无论都不适合 是否都去得比较 不过台湾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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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的文青咖啡 为什么呢? 这间就是我们随意地找到的一间咖啡 都说台湾很容易找到咖啡 何况你看到门面也很难进去 这间店的颜色很配合我们 很配合我们JMK 所以无端端走过也不如进去看看 老板和老板娘就落足心机制作这间咖啡 始终竞争激烈,有些卖点也好一点的 除了外面很漂亮的绿色之外 里面的天花板也有一大片星空给你们看 就是万里无云在海边 和一男一女抱着看星的感觉 这个非常浪漫得来又,充满少女心的咖啡 真是完全和我格格不入 不过好所以我随行的美女都非常喜欢这间咖啡 但是另一个重点就是咖啡和食物都挺好吃的 我们店里的特色就是我们的玫瑰花慕斯 我们是用天然的水果去做的 这朵花全台湾大概只有我们家有 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客人的反应也很好 至于它的色素都是来自于天然的 不是用色素去做的 我猜不到在桃园市区会有这么特色的咖啡 这里是有美女与野兽的主题 虽然我们开始看不到 一开始看到外面绿色很强烈的颜色 打算吸引进来看看 这里来到法国那些食物就特别了 咖啡,你看一下咖啡,稍后给它一个关注 原来发现桃园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挖到的 你平时去咖啡或者旅游的报道 很多时候你去到法国生卡拉,找的找不到 我们在酒店走两步发现了一个这么正的咖啡 所以怎么也要来坐一坐 这间咖啡是倾向于比较女性化的咖啡 你看我来是格格不入的,很开心就知道 好,不说了,我先吃饭 湾区外人食各位 既我说来台湾旅游就不用特意去找什么咖啡 当然你看着我们的景优游,跟着我们去这间咖啡的例外 而他也跟我们说,迟下他会再引入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消酵 我们这次见不到的,当你们下次来 可以试一下旁晚才去,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消酵晚上才有的 旁晚去完,喝杯咖啡,感受一下文青的气息 夜晚吃饱饱,开心了